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Leong Hub International这家公司吧 最近呢,养鸡的补贴呢,会被削减 可能呢,会被顶价呢,调整有所抵消 让我们来闲聊Leong Hub这家公司吧 马来西亚政府呢,就在7月1日呢 开始会停止对养鸡户的补贴 并且把这个养鸡户的补贴呢,转向给消费者 虽然这项新发展仍然缺乏着细节 但是呢,很多投行都认为取消补贴 可能会导致政府提高目前的最高售价 最高售价是活鸡每公斤5令吉90千 跟标准鸡每公斤8令吉90千 为了确保家庭的养殖者能够持续经营呢 也不会让到价格上涨而给消费者带来负担 在6月2号的时候呢 An Invest这家投行就给出了0.5的目标价 给予Long Hub 把原本的补贴呢 重新分配给消费者的决定呢 是由于呢,补贴计划的实行力不足 而且所长的过程呢 因为繁文辱节而陷入了种种的困境 而且呢,也需要多个级别的批准 农业和食品工业部长的长就表示了 在分配给补贴计划的7.29亿令吉中呢 截至5月31号呢 只发放了7100万令吉 因此呢,在等待补贴的支付的时候呢 没有足够现金来弥补营运上的缺口的一些小农民呢 就很可能会直接停 从而加剧了供应的短缺 整体而言呢,很多投行都认为呢 这对融合国际Leon Hub的影响是中性的 因为没有补贴将被肌肉的顶价的潜在上涨呢 有所抵消 有基于2022财年的17倍市盈率 批于17 所以呢,让投行呢 维持和持有的建议 并且给出0.5的目标价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